如今一提到相声 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郭德纲 而提到郭德纲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师父侯耀文 郭德纲这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非常的坎坷 但拜师侯耀文后 让郭德纲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侯耀文也是郭德纲命运的转折点 不但解决了工作的问题 同时还成立了德云社的前身 北京相声大会 可以说没有这次拜师 就没有如今的郭德纲 用郭德纲的话说 拜了侯先生 谁要跟我做斗争 谁要想骂我 都会有很多顾虑 我拜了侯先生肯定来说 谁要是跟我做斗争 谁要想骂郭德纲就有点顾虑 所以很多人跑到侯先生家里去阻然此事 这样就去劝服侯先生 不知道说郭德纲怎么不好弄不好 后国将民哪如何如何呢 也有 但是这点看出来了 是不是还是比他们聪明 拜师两个字 好写也好说 但在当年实际操作起来 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有些阻力和困难 相信大家也比较了解 但有些却显为人知 最近一段时间 在汪洋的直播间 爆出许多相声界 不闻人知的事情 也有郭德纲拜师一事 汪洋在直播间表示 在当年侯耀文要收 郭德纲为徒的时候 就曾有人打电话找到他 要求他阻止郭德纲拜师 那时候的他都已经不算是相声演员 经常担任主持人的工作 还能够接到两个电话 让他去阻止郭德纲拜师 04年那时候 我已经不掺和相声界的事了 那时候我算是个电视人 算个主持人 我都接俩电话 你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 郭德纲你认识吗 认识 你赶紧啊 你赶紧给 给吼信打个电话 你把这事拦下 但当时的汪洋 并没有那样做 他说自己不打算 掺和这件事 但从这件事 也不难看出 背后之人力量的强大 在直播间中 汪洋没有说出 当年阻止郭德纲拜师的人是谁 当然 这也只是汪洋的一面之词 但从郭德纲的采访中 不难看出 当时拜师侯耀文 确实受到了许多人的阻拦 生怕郭德纲拜师之后 有了师父侯耀文的庇护成长起来 那么郭德纲拜师 又触碰了谁的利益 动了谁的蛋糕呢 当年郭德纲 在相声界的人缘并不是很好 尤其是天津的一些相声演员 因为他不从善如流 甚至在相声圈里显得格格不入 最后无奈只能去北京发展 三入北京四处碰壁 处处受到同行们的排挤 也让郭德纲养成了牙子必豹的性格 这样的性格也让郭德纲四处树敌 也就是得罪的人太多了 从而很多人去阻止侯耀文收徒 一旦郭德纲拜师成功 也意味着郭德纲有了强大的后盾 有了师父的庇佑 同行们拿郭德纲就更没办法 相声同行再跟郭德纲斗争 就不得不考虑侯耀文的想法 而侯耀文在相声界的地位 可以说是很多人无法比拟的 所以就有很多人动用一切 能动用的力量去阻止郭德纲拜师 而汪洋在直播间提起此事 并不是想要说明他当时多么重要 或者他一定能办成此事 而是说明当时的那些反对的人 已经无孔不入 怕是凡是能想到的人 他们都已经联系一遍了 也从侧面说明 当时想要阻止郭德纲拜师的那些人的决心 事情的结果 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虽然受到了阻拦 但郭德纲也成功的拜师 这次拜师也成为了郭德纲命运的转折点 也不仅感谢侯耀文 如果没有收郭德纲为图 怕是听不到这么多好的相声节目 就像马记说的那样 郭德纲的出现使得相声又热起来了 不管在媒体上说郭德纲和同行有怎么样的矛盾 他不想当这个调节的人 也不想参与这个矛盾 但这种现象值得可喜 这对相声来说是件好事 马记先生还亲笔提了字 而相声同行们的做法不由的让人心寒 这些人的做法不仅仅是阻止郭德纲拜师 更是在阻止中国相声界的进步和发展